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要进入另外一个写作题材 Process Essay 过程写作的题材 那过程写作的题材呢 我们在大一的时候也有触及到 那只是呢 在这个学期我们会把过程 原来的Process Paragraph 把它变成一整篇Essay的文章 那在进入Process Essay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什么是Process 简单从这个中文字面上来看 就是过程 那什么是过程呢 就是一系列的事件或是步骤 我们将这一系列的事件或是步骤 用一种时间先后的顺序 或是一种可以预测未来 这篇文章走向的方式 把它呈现出来 这个就是过程 那我们描述过程 到底是描述什么时候的过程呢 就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在过去 也可以描述现在的过程或是事件的发生 甚至是未来的都可以 那当然依照我们描述事件的时间点不同 我们用的动词当然实态也会不一样 那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过程文章里面 这种写作题材里面 我们要确定我们这整篇文章 我们所需要谈论到的过程或是事件的细节 一定要完全把它涵盖在里面 而且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呢 是用一种时间先后顺序的方式来呈现 好 所以简单来讲 这就是过程写作题材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范例 在课本的117页 我们只有把这个范例文章的第一段把它提出来 那这篇文章的标题是A Change of Hearts 那在第一段就有提到达赖喇嘛 他关于他说他提到呢 所有的人类都在追寻幸福以及自由 可是到底什么事情才可以带来幸福以及喜悦呢 达赖喇嘛从他个人的经验 他说呢能带给我们最大的喜悦 当然因缘不同 可是呢就是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不同的人生的过程 所以我们对于happiness的这个概念 会经过随着我们的成长 我们会经过不同的阶段 好 我们来复习一下essay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句子 这个主旨句那主旨句一般是出现在第一段的最后一句 所以这句就是主旨句 主旨句是什么呢 主旨句就是告诉我们这整篇文章 他要讲的重点是什么 那关于这个重点这个作者所要谈论的内容大概又是什么 所以主旨句跟主题句一样也有主题跟controlling idea 所以在这个主旨句里面 他的主题等于说这一篇文章要谈论的重点是 是这个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happiness的这个概念 幸福快乐这个概念 是我们这整篇文章所要谈论的重点跟主题 那他的controlling idea呢 关于这个主题我们所要谈论的是 就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会经历五个阶段 我们等于是说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会有五个阶段 我们对于这个幸福跟快乐这个定义呢 会随着我们的成长不同的过程会有不同的定义 好 所以我们就简单先用第一段来做说明 好 有一个问题 那这整篇文章我们就把第一段列出来 第一段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整篇文章 总共会有几个body paragraphs呢 可以的 从哪里可以知道 从controlling idea 他这边已经有提到five stages 所以我们知道呢 这整篇文章的body paragraphs 总共会有五段 总共会有五段 所以整篇文章会有几段呢 第一段加上中间的五段 再加上最后一个结尾段落 所以这整篇文章总共会有七个段落 总共会有七个段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帮大家整理一个简单的表格 过程写作这个题材呢 大概可以分两大类 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to instruct 同学也可以参考课本的120页 办例写作的三这篇文章 同学自己参考 to instruct很像什么 这个就是譬如说 我们常常讲的手册啦 操作册子啦 这个都是to instruct 只适用的这个过程 这样子的文章 to instruct 就像我们买电脑 那电脑盒子里面呢 会有组装或是操作说明书 那这样子的操作说明书 组装说明书 就是我们讲的过程写作的一类 那这个是来指示 来告诉买的人 要如何组装 如何操作这个电脑 那这个point of view呢 它会从哪一个角度来 写这样子的操作手册呢 我们一般都是从第二人称you 所谓的you就是说 我这个操作写手册 会有十个步骤 那这个十个步骤 是谁要去完成 是看这个操作手册的人 就是你嘛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购买者 那我们用的动词的实态 就是现在是 因为我们只是简单去操作 它这个总共有几个过程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最常见的过程写作的题材 最常见的就是下面 这一类 我们不只是按照它的时间先后顺序 按照事件的发生步骤来说明之外 我们会提供相关的 关于这个故事 这个事件里面的人事物 相关内容的描述 所以我们在过程写作里面 常常会结合叙事啦 或是描述这样子的写作的手法 再加上这个事件的发生顺序的 这样子的过程的这个内容 那它的人称呢 可以有很多种 vary就是说不一定是从第二人称 你可能可以从第三人称 或第一人称来描述这件事情的发生的经过跟内容 那在实态的部分 当然就取决于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就采用适合的这个实态 采用适合的实态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同学手中都有这一个比较短的短文 我们每一段去把它列出来 那这个短文呢 从第一段一直到最后一段 它是按照这一个事件发生的顺序来描述的 好 所以这个是第一段 这个投影片这个是第一段 第一段讲的是什么呢 第一段它去描述这个事情 当时发生的一个背景 所以它是用一种Nelative的叙事 OK 叙事说故事的一个手法来写的 那接下来呢 在第二段这边讲到的是什么 这边就开始讲到过程写作的过程 第一个过程的出现 第一个过程 第一个步骤的出现 等于是说这个太太呢 她开始来准备 准备什么呢 准备来打包整理她的行李 这是第一个过程 第一件事情发生的 那接下来她准备好了之后 她会做什么事情 在第三段 接下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 她准备好了 那接下来她会做什么事情呢 她就要把她的行李箱给找出来 才能整理她的行李嘛 对不对 好 接下来第三个步骤呢 她行李箱她准备好了 行李箱也找到了 第三个步骤她就开始整理打包她的行李 所以在这一段呢 她叙述的第三个步骤就是 pagestive basis 好 同学可以去详细看一下 我们在课堂上我们也会来特别详细看一下 这个段落她如何去打包她的行李 也可以发现这个太太她的个性 是什么样一个个性的人 好 接下来呢 这是最后一段 她第一个步骤是准备 第二个步骤是找到她的行李箱 第三个步骤呢 找到行李箱之后 她就开始打包她的行李 这个是最后呢 文章的最后一段了 那这个最后一段讲的是什么呢 等于是说这个太太要关门 要离开这个房子之前 她又回顾了这个房子的一个状况 客厅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是最后一段 好 那这篇文章呢 她就是过程写作的一种 她不是单纯的告诉我们这个事件的 发生先后而已 她还告诉我们 这个作者还在文章里面呢 用很多不一样的叙事 或是描述性的形容词跟副词来告诉我们 这个场景是什么 这个太太的个性是什么 这个先生的个性是什么 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 在治理行间都有很清楚的来说明 来描述 所以这个作者描述了这个 借由这个太太 她在打包行李的过程跟方式 这个作者用了很多的动词 形容词跟副词来描述这个太太的一个个性 当然这个作者在整篇文章里面也用了很多描述性的形容词跟副词来告诉我们这个太太跟她先生之间的生活习惯是有什么样的大大的不同 当然这个作者也间接地告诉我们 到底这个太太为什么要打包行李 离开家里 到底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虽然这篇文章是一个过程写作的文章 我们会分两个影片单元 这是第一个基本的影片单元 那之后呢我们会有再用另外一个范围来更加以详细说明过程写作的一些内容 以及同学可以遵循的部分 也不是错过程写作用卡 咱总看